從前握手合照民進黨花蓮縣長候選人古拉斯 以及無黨籍的黃師鵬互相點頭致意 寒暄幾句準備進行政見發表會 來到台上卻只有兩個講台 怎麼不見古民黨花蓮縣長候選人徐真偉身影 這也讓兩位對手看不下去 花蓮絕對不能只屬於一個家庭 一對夫妻 否則花蓮會更腐敗 徐真偉縣長是一位現任的縣長 他甚至選擇不參加今天這場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 總恐怕想著自己躺著都會贏 古拉斯黃師鵬都盼著要打破 過家庭政治 古拉斯更在政見發表會上列舉好幾項這幾年 花蓮縣府遭到監察院糾正的案例 有非常多的質疑啊 包括縣政府裡面有官員 歷次陸陸續續都出現了收受回扣 接受人民賄賂與交代 這樣的這個這個風紀的問題 所以他切齊偶爾不解的意外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選民們都進一步認識他 徐真偉本來就放棄參加政見發表會 遭質疑是放棄跟現民的溝通管道 選政倒數候選人全力衝刺 花蓮這一戰結果如何外界都在看 3D新聞呂彥 蔡宏恩 花蓮採訪報導